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娘 欢迎来到我的旅行日记 这一期视频呢 我还是在浙江宁波混化的西口蒋中正义先生的家乡 给大家拍摄一期探墓的视频啊 今天要探行的这个墓主人啊 他是蒋介青 是蒋中正义先生同户一母的哥哥 史料记载 蒋介青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他的名声不是很好啊 他喜欢吃喝玩乐 之后呢 他凭借着弟弟蒋中正义先生的事业发起之后 他曾经也出任过海关总督这个职位 但是好景不长啊 后来呢 他就时光归田了 前方就是蒋介青的墓园 这里是他的墓地 四周参松翠白 介青蒋先生墓 这是蒋介青的墓碑 这种墓啊 是我在凤发西口看到最大的一座近现代墓葬 现在是来到了墓碑的后方 蒋介青的墓啊 是奉发西口当地的一种时事墓 这个墓葬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在西口还拍摄了蒋介青父亲的墓 蒋介青的墓啊 比他父亲蒋兆充的墓啊 规格要大很多 这种墓真的很气派 我们从外围啊 看上去这种墓葬还是遭到过破坏的 在墓碑的前方 这里有一些中老年人在这里娱乐休闲 也有可能是蒋介青墓园 这里风光秀丽 树下好成凉 带大家看一下吧 好了 本期视频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